因为夏天很炎热嘛 所以都会想要有时候夏点雨 淋点雨让自己很清凉 或者是呢可以欣赏音乐 听听音乐 这个就很像那个声音的正服 然后或者是你只想要享受自由自在 所以这个线条是非常自由的线条 就是这样一直绕一直绕 但是有时候玩的太疯的时候 也需要收收心 所以这个线条就是把自己 被自己弄乱的任何什么事情 就是稍微把它整数一下 但是不需要太规矩 就是稍稍的把它分类整数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是用线条来去表现关于暑假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关于线条的部分 就是我们快乐的暑假线条的部分 然后因为现在正值夏天嘛 就是有时候啊 非常炎热我们就会觉得祈祷来一场雨吧 让我们凉快一下 所以这个图呢 我的想象我觉得它很像是雨 下雨的雨 我先画一条线 等一下我要 我是个很规矩的人 所以我要从这条线开始下雨 好那就 这个图的画法其实就是画弧线 然后就是结尾的时候好像有雨滴滴答答落下来 就每一条线的长度不一样 所以这个图蛮自由的 然后我觉得效果也还蛮好的 那像我这个范例是用粗一点的笔 那我现在是用细的笔来示范 这个就是要有长有短 然后我在画的时候我就是画质弧线有让它一致 我在尾端稍微再开始做一点变化 好这个是我的下雨 那影子的话呢 其实就是可以在 弧线的地方 这还蛮随性的 但有话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差别 但不画我觉得就也 这个图不画椅子就已经 不画椅子就已经很美 很好看 有点清新脱属的感觉 好 接下来 下雨淋得很凉爽 那接下来就是可以再加 下雨天可以再加听音乐 这个我觉得很像音乐的震动频率 那它的画法一样就是 因为我觉得有点像回纹针 上上下下 长长长短短 手不能停 不要断 就是一直上上下下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其实不难 但是 你的破笔要稍微很流畅 那下一组就是跟着他 好像我们在跳恰恰这个舞就是 他短我就长 他长我就短 画给大家看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没有 自己跟着上一组的线 跟着他进退 你不想跟着他其实也无所谓 都可以 他很自已 但是就是很像那种 好 那我画两组就好了 我这个范例上是三组 然后你也可以在尾巴就是 画一点圆啊 就是因为我酷爱圆 所以我常常都会 但是其实不画我觉得效果也很好 其实不太需要 就是我老是喜欢用点边去装点我的图 已经有一个反射动作了 所以大家可以斟酌着 你自己要不要画 好然后我的影子就是在很自由在 弧线里面你自己 随意的加 你要画哪都可以哦 这个没有 其实原版的就是国外的图 他没有加影子 可是我觉得图有加影子 效果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把它轻轻的刷出去 刷出去刷出去 效果很好 这个就是我觉得像是音乐震动的频率 所以下雨天再加听音乐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 想要自由自在啊 所以这个这个线条又是另外一种 曲线的感觉 然后就是 我画一下国外的画法好了 他这个我其实这个是一条线一直乱绕 然后国外的画法其实类似这样 他是有点对仗的 绕圈圈 然后我们中间绕的这个圈圈 可以让他有点有大有小 我觉得 变化性比较大 然后另外一组就是有点跟他对应 我从他的这个 就是绕 让我这里大一点 就是这样 国外的画法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想要多一点变化 我就是在这个 每个 这很像小水滴的形状 我就是里面给他涂黑 然后在顶点有一个小光点 我就会觉得这个图特别可爱 然后呢 其实我刚开始画的时候 包含我朋友也做的时候 这个图很像大肠小肠 然后他觉得像大肠小肠很恶心 可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可爱 以前刚开始觉得这个图好无聊喔 有什么好画的 可是后来我试着把中间 添黑之后我就觉得 哇 怎么会这么可爱 虽然我 我就是觉得他像大肠小肠 可是就觉得好可爱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 会试着把这个图 运用在我的创作里面 然后对我来讲 他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线条 所以我觉得漫长的暑假 大家就是要 因为自由的时间很多嘛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运用 暑假的时间去做自己 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好 然后 影子的话呢 可以从里面画 然后我想从外面 就是这边 其实大家可以 影子可以尝试各种画法 我觉得影子真的是 也是一个可以很好发挥的一个重点 你每次都可以画不一样影子的画法 自己去尝试看看 然后我是蛮懒的 我就是有时候觉得 这个画法不错 我就会 每次画到这个图 我可能就会用同样的画法去画一面 可以绕圈圈 他就有点被挤出来的感觉 那觉得好肥喔 好 然后再 一样是线条 那我们要介绍这个图 我想说的是 就是如果你 开始啊 自由 自由的太过了 开始有点凌乱 那就是要试着收收 稍微整数收拾一下 所以就是 这个线条 好 我先画一个范围 如果我要在这个小范围里面去画这个图 你也可以不要有范围 这个图就是画 每一组线条都大概 譬如说四条啊五条 然后你就是去把它 整距离的 很规则的画出来嘛 因为我们不是说 我们要稍微整数一下 我们太过自由的生活嘛 所以 就是用这样一组一组的线条 来开始整顿整理 但是又不是这么的一丝不苟 好 那我就是 绕就是随性的画线条 好 就是只要 每一组线条你就是 不同方向 我这个图画起来就会 好像是规律中又有变化 不至于那么呆板 又整齐又有变化 又整齐又有变化 所以你就是画完一组线条之后 自己再感觉 下一组 再画多一点 在哪个方向 好 然后画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在画直线都有自己习惯的方向 所以 你的纸张就是一定要转到你 顺手的方向哦 这真的是一个画直线很大很大的重点 好 那影子呢 我先在四周上一下 把这个范围 等一下 我把它晕开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四周要上一下 好 我先晕开给大家看 有没有觉得我这个 这一组线条整个凹陷下去了 我光画这样就很有变化了 就是加了这个影子 好 那我们想要层次更多更细致 就是 我就在每组线条的 最后一条线的地方 再加一道 尖笔线 它就会有 层层堆叠的感觉哦 我再画这个尖笔线 纸张一样 转来转去哦 画一条就好 不要多 画一条 就是在每组线交叠的地方 再画一条 底子 好 然后一样 轻轻的推开 其实你不推也可以 觉得 推开 推开 好 有没有觉得 这个这样有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感觉 这个图它只是一堆直线的 但是就很有变化 所以这个呢 这一组线条 就是有 清凉的雨水 然后 悠扬的音乐 自由自在的线 像大肠的线 就是像把书这样 整顿之后的书 然后让它摆放的有点 刻意的不规则 这个是线条的部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